7月1日 香港学生组织新学会 在香港自发组织了一场摆接战活动 一群在内地高校就学的香港学生 走上街头向行人宣传香港国安法 6月30日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并决定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学生们自发收集了报纸媒体对该法的报道 汇编印制成宣传资料 向香港市民普及宣传 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是每一位香港市民应尽的责任 不是作极心虚又何惧国安立法 我很高兴我能在一个这么特别的日子里面 做一个特别的意义活动 就是向普罗大众一起宣传这个国安法 我相信国安法是可以维护香港社会稳定的守护神 学生们说 他们发现许多香港市民对香港国安法的理念 内容并不了解 为了避免对香港国安法的误解和污名化 他们组织了这场活动 当天也获得了许多行人的支持 有一些外国人来问我们 最近我们手上拿的这份 生产小册子是什么 我们只能因为手上的小册子只有中文版 没有英文版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尽量用我们的知识 我们对国安法了解内容去给他们解释 究竟这个国安法对香港市民有什么影响 对香港有什么好的影响 他听完我们之后 他也支持我们就是继续去为国家安全而努力 去为香港安全而努力 同学们说 国安港安才有加安 他们希望在香港国安法实行后 香港市民生活的环境会越来越好 人身安全能够越来越得到保障 香港的未来也会越来越向好发展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